猎狗与狮子毕生争斗 被世人冠以非洲二哥称号的生物猎狗 与狮群对峙靠的绝不仅仅是数量 它们团结脚炸抗击打能力极强 如果一只健康的成年雌狮足以应对的猎狗数量是四头 那以熊狮来讲 这个数值应该是多少吧 八头 十头还是十五头以上 然而这个答案并没有定时 狮王影视见过很多落单熊狮被数量庞大的猎狗 追得屁股着地魂不附体 也有类似于坏男孩家老四小霸王突尾巴的巅峰狮王 是周身几十条猎狗为无物的霸气雄狮 就算是成年雄狮 个体差距依然很大 同时也受自信体力等其他因素所影响 它们有的已经称王多年所向披露 有的还没等到时机在野外孤独求生罢了 所以猎狗如果惹到的是成年的雄狮领主 数量可能并不能成为它们对峙狮子的制胜法宝和救命稻草 眼前这头狮王被超过25头猎狗包围 但他的眼神中没有出现丝毫慌乱的迹象 依旧闲听信不得像在狮群的领土 枪打出头鸟 二哥们在如此数量差距下显得非常膨胀 但都不敢作为主攻守前去狮王面前嚣张 它们发出哇哇的乱叫 像是沟通手段 但这种叫声更多的则是与骚扰相近 它们一步一驱 如同复古之驱一样在熊市周围盘旋 单独狮子的体力绝对有限 而将目标团团围主 一步一步通过不间断的骚扰来消耗猎狗 是猎狗们相当擅长的围猎手段 如果能够成功狩猎到成年狮王 那对整个猎狗族群都有着极大的弹 周围的狮群如果失去成年雄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个倒霉狮群 非洲之王的称号将会一主 猎狗足以将狮群欺压驱赶作威作福 但眼下能不能拿下这头成年雄狮 还得看这头狮王的真正实力 杀死落单雄狮可比那些单独出走的磁狮难度高出太多 现在远远还不是进攻的时候 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将狮子团团围主 不间断地进行骚扰 而被锁定的猎狗 在狮王做出攻击动作的瞬间 则要马上聪明地退开以保持距离 长此以往 狮王会被渐渐蚕食 从而落得成为猎狗们午餐的结局 而对于这头被围攻的雄狮来说 想要破绝 就得先抓住一头猎狗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领上河饭 说时迟那时快 狮狮的狮王通过两脚兽汽车的掩护 成功遮掩了后面二哥们的视线 猝不及防之下 一只企图在前方包围狮子的猎狗 被狮王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二哥们面对如此一变陡声的局面 马上发出更大的吼声 然后尽全力企图拯救这个倒霉的屯板 熊狮的臀部同样脆弱 狮王马上回头击退了一群 不讲武德之搞偷袭的小丑 眼见庞然大物已经将头转过来对向他们 二哥们全部警惕地不敢上前 焦头接耳之中 熊狮形成了无形的威慑 猎狗们好像也对此次包围成年狮王的行动产生了迟疑 不再感觉雷池一步 熊狮缓步走向刚刚被咬断脊椎的倒霉蛋 很明显这么久的时间他没做出任何移动 已经基本宣布完蛋了 二哥们看到铜蛋被攻击 又跟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咬向熊狮的屁 而在狮王回头的瞬间 一个最近的二哥马上被按在地上胖走 好在其他猎狗疯狂干扰 这个家伙幸运地捡回一条老鹿 狮王驱赶走企图营救的猎狗后 走到战利品面前 看来他是想直接吃下去就地补充体力 这次不知是因为同伴已经彻底GG 还是刚刚被揍的精力历历在目的里 狮王回过头 竟然没有一头猎狗上前 猎狗的肉是出了名的难以下咽 就连当时萨比森最爱吃的胖子漂亮男孩也对他没有兴趣 这头狮王面对如此难吃的大餐也是根本提不起一点食物 只能发泄般地再咬上几口 最终将它如战利品般咸在口中 猎狗的体重可以达到80到160斤以上 甚至比一些人类还要重上一些 但在狮王嘴巴里的倒霉蛋却显得那么娇小 让狮王影视再次觉得 成年雄狮真的是非洲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自然力量 在狮王掀起猎狗那一刻 周边的二哥们已经不再发出嗷嗷的怪叫 一死一伤的局面彻底摧毁了他们想狩猎雄狮的野心 狮王还是如同开始一般自信高傲 猎狗尸体被他如同垃圾一般丢弃在原地 二哥们只能如同陈子慕送国王一样 眼看熊狮离去 随着最后一头妄图跟随的猎狗 被熊狮杀气腾腾的目光所逼退 一场大战就此落下了他的序幕 面对着足足25头以上猎狗群的单独熊狮获得了胜利 而在不远处被丢弃的二哥残骸 一会儿就会被自己的同伴废物利用 填饱他们自己的肚子 这里是狮王影视 我们下期再见